各位新聞界的女士先生 非常感謝這六天緊湊的行程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今天是我們廈門最後一天 也是廈門最後一場的聯訪 歡迎大家踴躍提出各種問題 謝謝大家 請 有問題 麻煩要請報下你的媒體林雙山大名 謝謝 還有一位中央林雙山 這一位 你好 韓市長 我是中央林雲廣播電台的記者 昨天有提問過 那想問一下韓市長 關於廈門島內把31條網站關閉 那不如這樣的做法 你有沒有記憶都不分嗎 這31條網站關閉 我現在還不太清楚 等我清楚之後我再來回答 好不好 謝謝 好的 我們是來交朋友的 那那邊是哪裡 市長好 我是海峽衛視的記者 我想問 他正在做探索 新路以及建設財報 您有什麼建議的意見嗎 市長好 市長好 我是海峽衛視的記者 我們現在正在做 希望能夠成為 台包中部的第一家園 以及探索兩岸融合的新路 那麼請問市長 您對於這一塊 什麼樣的建議和意見 謝謝 我想福建跟台灣 那閩台啊 本來情感上就特別濃郁 閩台不管是飲食啊 文化啊 血緣啊 地理位置啊 還有歷史的嚴格 本來就是特別輕 那這兩天 我們整個團來看了 廈門的建設 我相信很多人呢 很多團員都覺得 非常的震撼 尤其剛才看到了無人碼頭 整個碼頭沒有人 自動化的控制 再加上 中歐列車 直接從廈門 拉三條鐵路 把所有的貨物 運到哈薩克斯坦 阿拉木圖 運到俄羅斯 莫斯科 還有運到波蘭 那我想像這樣子一個中歐列車 從廈門當起點 也對於將來台灣 特別是高雄的一些貨物 要用鐵路運輸到歐洲跟中亞 也提供了一個便捷 再加上海運 再加上廈門本身的建設 我想這些 都讓我們團員覺得 有非常多 可以學習跟吸收的 這些地方 那麼閩台之間的情感歷史的嚴格 包括宗教信仰 我想都是一致的 當然感覺到特別的親 好 請繼續 老鼠拖拖鞋的意思是下一句 叫大的在後頭 就是拖鞋的面積比老鼠還大 這個意思是說很多話 回到台灣之後 再來闡述跟表達 所以大家問我問問題 我就說 老鼠拖拖鞋 大的在後頭 沒有別的意思 那莫寶心安的意思是說 我們從事政治活動 接觸到紅塵石藏 那我們到寺廟裡面 見到一些出家的師父 我們會感覺到 在社會上跑來跑去 心容易不安 沒有別的意思 陸委會如果要修法 對於一些台灣的政治人物 包括立法委員到香港 澳門 加以管制的話 這真的是開倒車 完全沒有必要 事實上 你越陷越嚴有什麼意思呢 還要設一個韓國瑜條款 這是什麼意思呢 憲韓國瑜不易嗎 我們將來台灣整個要開放的門 是越來越開 還是越來越窄 還是越來越陽光 還是越來越黑暗 越來越發財 還是越來越貧窮 我想台灣人民眼睛是雪亮的 民進黨執政這三年 經濟搞得一塌糊塗 老百姓過得苦得不得了 我們今天到南普多市 看到一句話 我想好幾個團員心裡都很感慨 勿忘世上苦人多 不要忘記世界上辛苦的人很多 執政黨要搞清楚 千萬不要忘記基層老百姓過苦日子的很多 我們謀求的是台灣高雄地區 將來經濟發展越來越好 高雄人民能夠過更好的日子 這是我們這一趟出來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當然希望整個台灣地區 也能夠走更寬闊的路 那陸委會這時候要修這個法制 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不聰明的 請繼續 我聽說今天早上高雄市議員陳志忠到法院按您告我 告我外患罪 您的問題是這個吧 我覺得陳志忠議員為什麼不到法院去按您 和平自首 他有沒有犯了外遇罪 為什麼要按您聲告韓國瑜的外患罪 我覺得這非常奇怪 明天回到台灣之後我們再說 謝謝 和平沒有輸家 海峽兩岸 互相的來往 沒有一樣事情可以被取代的 就是和平 尤其站在廈門看著金門 今天兩邊都能夠和平的發展 完全繁榮複數 為雙方民眾摸取更多生活的福祉 為老百姓造福 真的 戰爭沒有贏家 和平沒有輸家 未來 整個兩岸的關係 我相信2300萬的台灣同胞 一定要能夠深刻的了解 我們要用盡一切的辦法 讓兩岸之間和平的交流 和平的往來 戰爭是太可怕太可怕了 所以因此站在廈門 在最後一層最後一次的講話 我一再真的要深沉的沉重的來呼籲 我離開台灣之前 看到好幾位要參選下一屆總統大選的人 候選人提出了非常多的政見 但是呢 我只有建議他們做到八個字就可以 不要講太長太長 老百姓聽不太懂 就是八個字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看到廈門 站在廈門看到金門 回想過去那段戰爭的歲月 海內外的同胞 以及兩岸的人民們 和平是多麼的重要 所以我想 我再一次呼籲 我們這一趟高雄行 就希望來實踐 兩岸是能夠和平發展 和平往來的 共享和平紅利 台灣人民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和平發大財 就是要過好日子 就是要把下一代的教育辦好 讓我們下一代的孩子 比我們這一代更強大 更有知識更有競爭力 所以因此 未來十個月左右 將會是台灣內部激烈的時候 選戰開始 寄予所有朝野的政治人物 要共同思考 要冷靜的思考 絕對不能玩權力的遊戲 絕對不能為了過度追逐權力 而忘記選民神聖的托付 選民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希望過好日子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這是台灣所有朝野政治人物 真的要追求的目標 我們整個高雄團 就是為了實踐 這樣的一個目標而努力 而且這六天 我們真的非常辛苦 包括各位記者也是一樣 非常的辛苦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做得很認真 也收穫到很好的成績單 未來高雄南南合作 所有的步伐不會停 而且我們有心把高雄建設為 全台灣最有錢的城市 這個決心也一定不會消滅 一定會全力以赴 非常感謝所有新聞界的好朋友 謝謝大家 稍等 請見欣賞